大家好,欢迎来到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澳大利亚航空Quantas这支股票 那么我们在澳洲的小伙伴们对Quantas一定是不陌生了 那么澳航主要就是做国际以及国内的航空客运以及运输服务 我们把澳航的义务板块细分来看 主要就是分为澳大利亚境内也就是国内航空业务 国际航空业务,捷新航空以及Quantas Frequent Flyer 澳航长旅增值服务 大家都知道在前期是澳股的一个财报季 那么澳航也于2月23日公布了他们23财年强劲的半年报 并且同时宣布进行5亿股票的回购 但是当日澳航的股票足足下跌了6.8% 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数据上看澳航的主营业务收入将近100亿 跟去年同期相比足足增长了222% 吸税前利润达到14.2亿 与去年同期亏损13亿 相比可以说是大幅的牛亏为盈 如果我们细分到澳航的业务板块来看 本次的利润主要还是由澳航的国内业务来推动的 那么澳航国内业务包括这个捷新航空 一共是贡献了将近9亿左右的利润 目前澳大利亚境内的国内航线 已经是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4% 基本上可以说是跟疫情前的水平相当了 在国际业务上澳航为了推动国际业务的加速修复 也是开辟了7条新航线 尽管澳航的财报数据表现非常的不错 但是股价却于当日下跌了超过6% 当日收盘价6.03澳元 我们分析这主要是由于 第一个就是投资者的预期了 有的小伙伴如果经常出差可能会发现 在前期尤其是圣诞节期间 澳洲境内的机票价格是非常的昂贵 因此投资者对澳航的利润预期 其实打的也是非常高的 因此在财报公布当日 可能存在有一些投资者获利离场 那么同时尽管澳航是宣布了有5亿股票回购 但是却没有分发中期分红 这可能也令另一部分投资者感到比较失望 第二个就是澳航成本段的问题了 本次澳航的燃料成本 以及资本支出的增速都是比较超预期的 首先澳航的燃料成本是上涨了65% 此外澳航本次财报还公布了 未来10年机队更新计划 涉及到299架飞机 那么大家听都知道 买飞机肯定是很贵的 所以从燃料端也好 从资本支出端也好 这两个的增速可能普遍超越了一些投资者的预期 那么我们对澳航是怎么看的呢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 在疫情后的修复会带来国际航线强劲的需求反弹 大家可能都知道 中国的开放对澳航肯定会带来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具体到数据来看 在这个疫情前 我们中国是澳大利亚入境旅游的最大来源国之一 中国的短途游客是占到了澳大利亚入境游客的15.4%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开放叠加国际留学生的回归 可能会加速整个航空市场的容量修复 目前根据最新数据 澳航的国际航空运力 已经是修复到了疫情前的60% 并且澳航预期24年 也就是明年 国际航空运力就会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此外在刚刚跟大家聊到的成本端的担忧上 那么我们认为 其实澳航在澳大利亚属于一家独大的龙头公司 单一垄断的市场结构 使得澳航能够把一部分成本增速变向的转移给消费者 所以从基本面上来看 我们认为澳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长期配置的标的 如果我们看澳洲的股价走势 其实也是比较支撑我们这一点的 长期看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12个月 我们会发现澳航的股价是上涨了超过30%的 但是同期澳大利亚标普200指数仅上涨4%左右 尽管短期受到台报当日的股价扰动 澳航的股价下跌了6% 但是在这之后的5个交易日 澳航是达到了5连涨 那么截至到最新的澳航的股价 已经超越了财报当日的开盘价6块5澳元 所以可以发现前期财报当日的超卖情绪 其实也引发了一些投资者的入场 形成对澳航股价的支撑 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澳航的股评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资讯 以及我们对澳航的长期目标价格预期 欢迎联系我们GoMarkets 您可以向小助手要详尽的澳航股评报告 希望我们GoMarkets可以帮助您在澳洲进行更好的投资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